HELLO 大家好 这次我要介绍的游戏叫做黑板速读 那为什么叫黑板速读呢 因为这款游戏的速读是在黑板上玩的 那我们就先进去看一下 这是它在iPhone上的样子 那点进去呢你要用横的玩 先看一下 刚刚我们进去的话应该会先看到这画面 它的字稍微有一点小哦 上面写New Game就是新的一局 那下面是回到你上上刚刚玩的那一关 你想要再玩一次那一局再玩 那我现在点一下New Game 你会看到里面有很多的level 它总共有五个 第一个是小朋友的level 再来是easy 简单 然后中等 然后再来是困难 之后就是超级困难啦 那我现在先从小朋友的开始 你会看到小朋友的模式就 它就会放很多就是 已经告诉你很多数字了 那剩下的就是等你去填了 那我们会如果没有玩过速度的朋友 我来讲一下速度的游戏呢 就是你一行里面要有123456789的数字各1 然后不可以重复 也就是说你不可以第一行啊 有两个1或是第一行有两个2之类的 那一样 它不好意思 ok 一样如果是它从上面往下也是 也不可以有重复的数字 也是要123456789各1个 那它的位置不一定 那我现在就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一排好了 你可以看到92 第二空格568347 那它是不是少了个1 那我就可以先点下这个 然后它就一个笔 一个粉笔过去 然后就选你要的答案 那你要的答案在哪里选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 一个是number 就是你选你要的答案 一个是note 为什么要有note呢 等一下告诉大家 我先写1 写下去 哦它连成功了 你就会看到 123456789 已经一组完成了 它就会把它画成红线 那接下来我看到最后一行 12 然后没有3 4567 没有3和没有7 但是我不知道3和7 到底是要写在这边 这是要写3还是7 还是这个是要写3和7 我不知道我就可以点下去 你看一样分比过去了 我就写3 然后你会固定看 这里有个很小很小的3 然后再写个7 Note 7 意思就是 这是提醒我自己 这个可能是3 也有可能是7 然后我这里也是 我可以点3 然后它一样也会画上去 或是7 7 那它可以有很多 你要写很多都可以 就是 你要写几个数字都可以这样子 那我一样就写3和7 那等到我确定的时候 一样我就直接选答案就好啦 比如说我要写3 我就写3 但是不行 不可能写3 因为上面 我这一格写3的话 就跟上面重复嘛 那我就写7 成功它就在上面 打一个字 然后我再 到这一面 哦 我讲了7 然后结果是错的 因为这里已经有7了 所以它就直接帮我打一个叉叉 好 我再看一次 1 2 3 5 6 好应该是6 比如说我写6 那这边 我写3 OK 成功 你就看到它又连起来了 那这个速度的游戏 它最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你可以去推理 哪一个应该要放哪些数字 那你玩久的话 就会越玩越快 那小朋友的比较简单 所以它给你的数字会比较多 等到你全部每一个 都已经找到它是什么数字的话 你就等于说你就破关 就成功了 就完成了 那在过程中呢 刚刚我没有把音乐打开 这里右上角有个option 你点下去 你可以把音乐打开 它音乐还蛮特别的 on 然后音效也打开 然后这里是game restart 就是游戏重新开始 那它音乐有点像冥想的音乐这样 那你会看到你每次在玩的时候 它旁边都会有计时哦 你看一二三四五 就这样子会这样计时 然后你可以看你是不是真的越破越快了 那简单看一下 像比如说我现在挑最难最难的这一款 它给我的数字就变少了 然后一样也是一样计时 那所以这大概就是整款黑板速读它的游戏的操作方式 那基本上是不会太复杂的 这款游戏也非常的好玩 那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赶快去下载来玩哦 好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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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